当地时间26号 埃及在首都开罗市郊新建的 斯芬克斯国际机场 开始为期两周的试运营 埃及政府希望通过新机场 缓解开罗国际机场的运营压力 并且刺激当地的旅游业 斯芬克斯国际机场 位于开罗西部 近邻吉萨金字塔群 与新洛城的大埃及博物馆 据当地媒体报道 新机场的试运营 将持续到2月9号 试运营期间 共飞行30个商业航班 每周15个 主要持飞从开罗到阿斯旺 卢克索 沙姆沙伊赫等 埃及热门旅游城市 埃及旅游部希望新机场 能改善历史民胜区 与鸿海度假区之间的 交通便利程度 埃及民航部长尤尼斯 马斯里表示 新机场将会于2020年正式运营 届时机场将与大埃及博物馆 和周边地区一起成为新的旅游胜地